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很开心又与大家见面了 我是钱大大 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谈一谈 如果我把孩子的名字放在产权上面 我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甚至呢忧虑的地方 很多爸爸妈妈都希望在女儿婚前 给孩子买一个房子当做嫁妆 可是呢又很担心万一以后 他们两个婚姻不顺利 这套房子会不会直接就被这个女婿分了一半 那当然同样的情况呢也会发生在儿子的身上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地深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在美国买房时呢 你会签一个所谓的vesty vesty呢就是告诉税务局 我这套房产是用什么样名义来使用 可以是我个人 我是单身持有 也可以呢我是已婚 我个人持有 甚至呢也可以是我们夫妻两人一起共同持有 那也可以呢 太多选择了对吧 也可以呢我是妈妈跟我的孩子一起持有 所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持有房产 那我通常都会建议如果今天你有这样的考量的话呢 我就会建议您可以把自己的名字跟孩子的名字放在一起 一起持有这个房产 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天这个房子要拿去抵押 甚至呢是要买卖的时候呢都必须要两个人的同意 意思就是需要我与我孩子同样要签字 这个房子呢才可以抵押甚至买卖 当然这样子呢就安心多了嘛 同时呢因为我是在婚前买的 我写的时候呢我是单身跟我的妈妈 甚至跟我的孩子一起买 所以呢并没有所谓 当有一天我要离婚的时候呢 有所谓分财产的问题 好现在大家是不是就安心多了呢 买房时写产权是一门学问 因为当我在买的时候写下的名字 会影响到未来我卖房子的时候所得税的问题 所以在写的时候呢一定要好好的谨慎的考量 如果您还有更多的问题 应该要跟您的会计师仔细商量 我是钱大大 谢谢您今天与我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如果您对于写名字这件事情 还有更多的疑问的话 也欢迎大家与我留言 甚至呢微信电话与我直接联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